大家好我是乐娜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制作野蒜花酱 野蒜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慷慨的馈赠 关于野蒜 我曾在前面的视频里做过详细的介绍 每年的五月是英国野蒜花盛开的季节 野蒜花的凋谢意味着每年春季野蒜盛宴的结束 因此我们要赶快制作一些野蒜花酱 留住春天的美味 花园里种植了大量的野蒜 花开过后会结出很多种子 不知为什么我们一直试图用种子 来繁殖野蒜 但都没有成功 但是野蒜的丰根移栽却相当成功 每年等待野蒜花凋谢后 或者是夏末 我们都会丰根移栽一些 现在已经形成了可供家人食用解馋的规模 在我们可以吃的花园里 基本上实现了野蒜的自由 让我们先来摘取一些野蒜花 最好选择刚刚开放的花朵 略带一些花梗也无妨 有件事情必须要先做 不然会影响口感 仔细看这朵小花 它的两侧都有一片干枯的花瓣 这是野蒜花 含苞待放时花苞的外衣 野蒜花盛开怒放时 它并未脱落 一直静静地陪伴在侧 欣赏着野蒜花的芳蓉 一定要在清洗之前将它摘下 不然也算打湿以后 再摘去会很麻烦 清洗后控干水分 就可以开始准备制作了 我会用这种石头制作的捣碎箔 来手工捣碎 不要捣得太碎 这样吃的时候还有一些嚼劲 可以新鲜的野蒜花的口感疲美 用开水将瓶子煮一下 进行杀菌和消毒 将捣碎的野蒜花放入瓶中 然后再加上一些食盐和出炸的橄榄油 进行充分地搅拌混合 颜色的基调是白黄绿 非常的诱人 此时放入冰箱就可以随时的食用 涂抹在烤过的面包或者拌面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若想放入冰箱冷藏 长期保存 则在搅拌好后 最后再倒入一些橄榄油 封住表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其他季节随时享用野韭菜花脚 现在正是制作野蒜花酱的最好的季节 另外还有一种保存也算美味的方式 就是脱水干燥 当然市场价格不菲 喜欢的朋友请您订阅留言和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